今天起一连五天 本台推出聚焦美中专题 为大家探讨美中两国 几个主要的热点议题 今天先跟大家说说 目前两国在经贸方面 所碰到的问题 来看古林江的报道 美中两国领袖奥巴马和习近平 曾在加州有过庄园会晤 之后在北京举行银台夜话 不过这次习近平访美 是上任后首次对美国正式的国事访问 在政治 经贸 网络安全 南海以及军事等议题都受到热议 今天起会一一为您探讨 首先聚焦美中的经贸议题 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 美中领袖会面 经贸议题自然是重中之重 尤其双边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 中国的六月股灾 以及八月的人民币极变 都为两国的经贸关系带来紧张 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认为 两国最缺乏的是建立互信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美中经贸交流一直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 美中双方进出口贸易额 从70年代末的每年20多亿美元 增长到2014年的5551亿美元 美国成为中国出口最大的单个国家市场 而中国也成为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 双方的经贸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资料则显示 中国公司来美投资去年达到95亿美元 比2010年的33亿美元成长许多 比起2002年的不到4亿美元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财经学者认为 过去10年美中经济战先是北京大有斩获 但最近情势开始逆转 在08年金融海啸后 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以来 新版本的美中经济战正逐渐浮上舞台 尤其中国近来的经济放缓更具指标意义 随着这次中国经济的放缓 那么习近平这次的访美 他手中的这个所谓的经济牌变少了 也就是说每当的谈判筹码相对增加 每当拿回相对的主导权 学者也分析中国近来经济放缓的原因 而在人民币贬值的议题上 学者认为8月的贬值幅度约为3% 还不至于冲击美中两国双边的贸易 但未来人民币还有贬值空间 它要面临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它要面临转型的问题 我想这个对中国来讲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也就是说人民币其实贬值的幅度还没有到位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未来进一步 人民币再继续往下贬值 那其实那个时候才会再显现出 中美两国对于这个人民币贬值 所产生这种贸易问题的这种所谓的战力 不过在中国市场从事云端服务的业内人士 从中国的经济实力数据仍看好中国的未来 网同时提出要给习近平的建议 中国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 目前正寻求从投资与出口转向内需与消费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成长率会下降 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为制造业所依赖的人口红利 即使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工将不会再有 美国企业也许不能在中国继续取得劳工低成本的好处 而美国民众也不能再享有更多廉价的中国制造的进口商品 但随着中国的迈向经济转型 中国的中产阶级会继续扩大 有更高的消费力 这样一来反过来更有利于美国的商品输往中国 这也是美国品牌计划大举攻进中国市场的原因 而这些美国公司怎么会忽视 在未来十年将出现规模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众呢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美中的专题报道 记者 顾林佳报道 字幕kel 杜美中文字幕 字幕组